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入手的两颗寒蓝 它们分别是左边这颗带业异的绿宝和右边这颗大名鼎鼎的日本寒蓝之王 它的名字叫做三世冠 我们先从绿宝开始说起吧 绿宝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大家一眼看去就会发现它有一些不规则的业异 金黄色的,然后在有的叶子上是绿色树多一些 在有些叶子上绿色树就会少一些 我感觉可能它就是这种不规则反而增加了它的魅力 所以你没有一个pattern去定义它 它总是在这样的进化当中 然后它的叶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比雪中红这样的寒蓝要柔顺一些 要飘逸一些,然后表面上更多的这种光泽 如果用欣赏翡翠的那种说法就是说它的水头很足 就是不会发干它的水头是很足的 而雪中红它就给人感觉要干一些 就是没有那么的润 那它的花是红色的,我现在这个花已经枯了 所以我只能给大家看网上的照片是这样红色的 所以这种红也非常明艳了 那配上这样的业意我相信它一定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互相的映衬 相得一张的一种映衬 那右面这一株呢是日本寒蓝之王 它的名字叫做三世冠 三世冠这个兰花呢是产于日本的寒蓝出品地叫做高枝县 县呢在日本的行政区画里面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 那高枝县呢是以出产寒蓝而出名的 最早有一个叫做压下千纱的蓝友呢发现并且培育了它 后来日本寒蓝大家东条武郎先生有一次去到这个压下先生家做客 看到这株兰花呢甚为喜爱 他就苦苦哀求 终于呢压下千纱就把这株寒蓝呢转让给了它 然后这个五条冬条武郎先生呢就在他的山中的蓝室里面精心培育了这株兰花呢 后来培育出了非常优质品质的这种薰衣草颜色 就是这样薰衣草颜色的这种兰花 然后他就觉得说这种花的花色呢非常的动人 然后在日本寒蓝界也引起了轰动 经常成为日本寒蓝的展品的五星获奖的那种品种 看看这样 他的花呢高挑出价优雅 然后和这种柔顺的叶姿呢 配起来是非常相得一张的非常美的 薰衣草也有很多种颜色了 他这种薰衣草颜色其实属于有点偏红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那种偏紫蓝色的那种薰衣草颜色 中间的花瓣呢看这里有一些黄色的条纹 然后这个蛇上有一些红的斑 但是也有那种没有红斑的 我也不太清楚我手上的这一株三四冠呢 它会开出怎样的花来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我拿到这几株 这两株寒蓝以后呢非常喜爱 我用了我目前为止认为呢最好的一个空跟盆 我认为这个蓝盆呢是最容易养蓝滑的 因为它呢这周围全是孔 全是孔 然后呢特别容易透气 然后我也用底层呢用这种全逃力 然后上层呢用这种露枣土 希望给它创造一个根部特别透气的环境 然后这个呢有套盆呢就是看上去稍微美观一点 然后这边如果没有透盆就感觉科技含量满满 全都是洞 然后我现在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插了这样一个吸管在里面 这个吸管的壁上呢我全都减满了这种小洞 然后我下一步准备去买那种干净的竹签 从这个孔的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从这个吸管的上面的孔里面呢 插到这个管子里面去 你探测这个盆里面的湿度是怎样的 然后如果我把这个竹签从这个管里面拔出来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看到那个竹签上的水分含量 这是我一种想法了 之前我看到好像淘宝上有人这么做 所以我也想尝试一下 现在呢还没有就位 因为我要等那个去买竹签来 这颗绿宝的这个叶翼真的是非常漂亮 很水润 这个三室罐呢也是一样的 也是非常水润的叶子 上面有一些斑是因为我当时喷了水以后 没有擦干就形成了这样的水痕 很柔美 很有行云流水的感觉 所谓三室呢就是佛教里面的一个用词 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称为三室 然后给它这种美好的一种名称三室冠 好像过去现在未来就是这颗兰华是第一名 浮盆呢已经有大概有 我是星期一的时候 星期二星期一晚上种上去的 也有五天时间了 希望它们能够顺利浮盆 我当时做的时候我是把它泡了泡水的 因为经过长途的运输呢 那个根全都干了 根全都干了以后呢 但是根却是非常的健康的 就是没有什么破口啊折损了 所以我就很有信心的泡了水 让它吸收了水分 然后呢用陶粒和露着土种上以后 就浇了水沿着这种盆壁来浇 后来的我就给它又喷了几次物 就一直没有浇过水 就让它在这静静的在阴凉处浮盆 希望它们一切都好 到时候开了花以后再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大家欣赏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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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